詹姆斯争夺战,火箭引落下风,莫雷用此奇招,詹姆斯或许回心转意,看了最近两天的NBA新闻,除了詹姆斯与保罗乔治的下架传闻之外,最多的新闻就是本赛季总冠军金州勇士队的夺冠巡游了。 大家都知道,NBA的总冠军球队都有巡游的传统,而在巡游中的新闻,也是层出不穷,其中最多的就是金州勇士队怎么样言于詹姆斯的新闻。 不光有勇士队定做的蛋糕上面有此比林横扫骑士队的队眼,更有勇士队大将追梦格林的争议T恤,还有巡游开到车头上的詹姆斯痛哭的头像,以及球迷们自发写出来的令詹姆斯非常尴尬的六个总押军的横幅。 这一切都刺激着詹姆斯的神经,虽然我们不知道詹姆斯是怎么想的,而且我詹姆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这种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,但是我们知道,詹姆斯一定是气坏了,詹姆斯又不是神仙又不是圣人,他不会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的,更不会对这种事情不生气。 不过现在骑士队既然已经输了,城盲败寇的规则也是合于NBA这个鱼龙混杂的大联盟里,詹姆斯怎样才能出一口恶气呢? 很简单,用自己的方式,用篮球的方式去找机会干掉对手勇士队,但,谈何容易,连强大的火箭队都拿勇士队没有办法,只靠着一个骑士队的詹姆斯,能与四巨头抗衡吗? 或许可以赢下一两场,但是想要在总决赛里拉勇士下马,太难,撩,詹姆斯说未来下家主要考虑的是家人的感受,不再以篮球为第一位,但是这种让詹姆斯尴尬的事情一定得亲自来解决才对,现在詹姆斯的第一下家选择大概就是胡人队了,而胡人队真的可以干掉勇士队吗?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,但是比起实力更加强劲的火箭队来说,胡人队还是要差很多的,不过火箭队现在在詹姆斯争夺战中并不领先,据最新一期的调查显示,现在胡人队已经占据了第一位,火箭与76人队,成为其后的两支球队,正规招数大概换不来詹姆斯的青睐, 怎么办呢?其实莫雷可以用这种办法来招募詹姆斯,那就是不断刺激詹姆斯,比如说与詹姆斯会面时,不断用这种勇士队夺冠后的表现来暗示詹姆斯,篮球还是高于一切的,如果你不抱此球的话,勇士队会一直这么嚣张下去,不如来到火箭队一起战胜勇士队, 至少可以扬眉吐气,不再受这种折磨,都说醒将不如激将,想当年后汉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用激将法,激的老黄中战斗力指数蹭蹭上涨,在定军山一战中,干掉了强大的夏侯恩,现在的莫雷不如效仿刘备击一击詹姆斯,说不定会收到奇效,没准詹姆斯也会因此而加入火箭队,与哈登保罗联手抗勇,那样的话,火箭的夺冠 火箭大忌何愁不成呢?